第五百二十六集 看来坏了自己想要对付他也不是那么容易 既觉臣专注于剑 而自己学的东西却太多了一些 整体实力或许能胜他 可以后想单纯的凭借拳头和他的剑抗衡 恐怕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了 就在这时 王秋儿动了 他才不会管对手的剑意是什么 藏风是什么 在他眼中 只要是敌人 结果就只有一个 破 王秋儿动了 全身散发着刺目金光的他 就像是一颗金色流星一般直奔既觉臣冲去 他的右拳更是完全变成了金色 毫无花烧的正面强弓 既觉臣双手握肩 左脚跨出半步 手中长剑也是毫无花敲的一己前刺 在这一剑此处的刹那 他身上那凝聚起来的所有点光就像是瞬间被长剑所吸附了一般 全部凝聚于剑风之上 最终汇聚于剑尖上的一点 成剑刺出 在他周围的空气居然出现了层层叠叠的感觉 哼 一声爆响 瞬间炸出 谁也没想到的是 王丘尔看上去那么一网不前 那么强悍的一拳 居然在最后关头变了 是的 变了 变拳为掌 居然就那么硬生生的 仿佛撕开空间般的 避开了既觉臣的剑尖 右掌直接拍在剑尖后面的剑刃之上 仿佛打蛇打七寸一般 他的人也随着偏转 拿到灵力剑以标射而出 远远的命中在唐门的围墙之上 炸出功能巨响 至少轰出了一道宽达三米的缺口 而既觉臣手中的剑 却已是寸寸破碎 王丘尔一张拍碎他的长剑 身体一个旋转 左拳就在焦躯的带动下 向既觉臣抽了过去 既觉臣下意识地抬起双手一挡 又是一声轰鸣 然后大家就看到 既觉臣高大的身躯 宛若破麻袋一般被轰飞了出去 呈现一个不太规则的形态 镶嵌在远处的墙上 两击 从始至终 王丘尔也只是出手两击而已 战斗就这么结束了 直到他的身体站定 仿佛身边出现了一股狂风似的 他的衣襟与长发 向后飘扬 身上金光也随时缓缓收敛 这是怎样的强悍呢 众人看的全是一副目瞪口呆 最为震惊的还是金子言 他最了解既觉臣的实力 尤其是在这次领悟之后 既觉臣的建议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般 可是在面前这姑娘面前 居然败得如此之惨了 甚至比当初面对霍雨后的时候 还要更惨一些 而这个姑娘身上释放出的魂环 也就是和他一样的六个而已啊 这 这就是史雷克学院的实力吗 只有霍雨后看得出 王丘尔虽然赢了 再也没有表面上显现的那么轻松 他就像是穿越了空间一般 避开了既觉臣建议的正面 最后衣巾和长发飘扬 绝非故意耍酷 而是在化解既觉臣的建议余波 足足站在那里五秒 王丘尔身体周围激荡的风势 才缓缓消失 他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看了眼刚刚翻转在地 在围墙上留下了一个 人形图案的既觉臣 点了点头 下次换把好剑再来 既觉臣此时灰头土脸的 看上去逐时是有些狼狈 但他那双眼睛却特别明亮 看着王丘尔点了点头 王丘尔转身看了霍雨好一眼 你回内院后找我 说完这句话 这姑娘也不理其他人 大步而去 着实是适了扶一去 似乎他只是做了一件 很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 金子嫣的面部略微有些抽搐 这也太猛了 霍雨好 你从哪里找来这样的姑娘 霍雨好双手背后 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我们堂门都是这级别的 你们以后用不着找我 看到没有 这些位都是我的师兄师姐的 你们有什么打算 既觉臣也不管自己的一身灰尘 先霍雨好点了下头 留下 当然是留下了 给我们个住的地方 管饭就行 住下来也不是不行啊 不过我们堂门一向不是外人 加入我们堂门 吃饭管宝 贝贝在一旁咳嗽两声 赶忙走过来 二位远道而来 我想 无论你们住多久都可以 当然 我们堂门的大门也向二位敞开 而且我们也没小时地说得那么惨 肯定是不值管饭了 我们堂门有属于自己的物学体系 相信二位也知道万年前堂门的辉煌 我们重建堂门就是希望将那份辉煌拿回来 大师兄 我们可也不能什么人都说啊 他们两个的实力 主要是还是差了点吧 而且 我们堂门去学是绝不会外传的 一旦学了 那可就不能轻易离开 否则 我们就要收回其所学才行 金子言瞪大了眼睛 霍雨好 你说谁差了点 说你呗 你赢过我吗 我在我们堂门排行第六 你连我都赢不了 还不是差了点吗 你 两人这边还在兜嘴 另一边济绝尘眼中光芒闪烁片刻后 已经是点头道 刘夏 不走 金子言哼了一声 哼 就刘夏 等我们也学了堂门绝学 再收拾你 随时怀疑 好 那以后大家就是堂门的兄弟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当下 他将自己的众位师兄师姐们逐一介绍了一遍 决绝尘性子有些呆板 只是点了点头 但金子言却很好地弥补了他这方面的不足 和众人一一打了招呼 贝贝暗地里向霍玉浩逼出一根大拇指 他们怎会看不出这二位魂帝的修为主使不弱 之前王秋尔看上去赢得漂亮 但纪绝尘真的输得那么惨吗 换把剑呢 难说了吧 纪绝尘 你是不是一直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剑呢 纪绝尘点了点头 那你试试这柄吧 一边说着他从自己的储物浑倒器中取水柄长剑 递到了纪绝尘面前 纪绝尘被称作剑吃 绝对不是没道理的 他看到剑的样子和徐三十看到美女几乎是差不多的 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 充满了狂热之色 毫不客气地把剑接了过去 剑一入手 他立刻脱口而出 好剑 谢了 他手中长剑 拥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 剑的两面分为黑白 可不正是上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打赛上 最终令马小涛体内邪火被引发的那柄审判之剑吗 这柄审判之剑 穆老最终也给了霍玉浩 霍玉浩却并不是用剑的 此时趁着纪绝尘加入塘门 也就将这柄剑给了他 剑绝尘手握长剑 魂力缓缓注入 顺时震惊之色出现在藤命旁之上 光与暗的组合 这绝对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奇异射剑 也是强大之剑 这柄剑乃是一件进展魂岛器 也是我见过的进展魂岛器中最强大的一柄 它的名字叫做审判 在上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曾经带给我们极大的麻烦 现在我将它送给你 希望你能将审判的威力发挥到最强 这柄剑对于使用者的要求较低 自身又具备着极其强大的威力 我甚至能感觉到 哪怕是铸剑之人 都没能将它的全部威能开发出来 当初为了这柄剑 靖红尘曾经亲自来过我们使这个学院一趟 可见其威能 嗯 谢谢 冀绝尘第二次说出谢字 可见他对这柄剑是何等的喜爱 给我个奉献 好 不过既然加入我们唐门 你们也必须要承担一些责任 嗯 冀绝尘愣了一下 至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把院墙起好 可不 两处院墙受损 唐门院子现在可是漏风的了 冀绝尘脸上神色一僵 求助使得看向一旁的金紫妍 金紫妍也是一呆 美好气得到 你看我干嘛 难道你一个大男人 竟然让老娘去替你踢墙 要脸吗 要脸吗 冀绝尘苦着脸 向霍玉浩道 哪有砖 霍玉浩嘴角牵动了一下 强忍着没让自己笑出来 我找找 姜楠楠看不下去了 雨昊 别欺负老实人 我跟你们安排住出去 七强的事 赚他们几个想办法 谢谢 冀绝尘如获大赦 徐三十看个人家 那英俊的相貌 加上天然呆的气质 立刻觉得有些不放心 赶忙道 我也去 我也去 霍玉浩一脸无语 你们是没看到啊 他们俩当初在日月皇家浑倒时 雪月是怎么折磨我的啊 我只是小小的报复一下而已嘛 徐三十和江南南带着金子烟和冀绝尘去安排住处了 贝贝目送着他们离开 脸上流露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小师弟 看来咱们唐门果然是要越来越兴旺了呀 这二位的实力都不一般 这俩家伙都是无痴 以后大家可有的麻烦了 不过 他们的性格也很直接 只要你陪他们战斗比拼 他们就高兴 要是能赢了他们 他们更高兴 真没想到啊 老季的建议 都已经领悟到这种程度了 果然是用心专一啊 大师兄 走 咱们快点去见薛老师 薛老师未来 对咱们唐门的昏倒器的发展 可是灵魂任务啊 当他们找到薛子文的时候 薛子文正在唐门后院 制作魂倒器的作坊旁边呢 而且他那样子 哪还有八级魂倒式的模样 一身再简单不过的布衣 看上去还有点油污 蹲在作坊外 看着里面的工作人员 制作魂倒器 那眼神绝对是一顺不顺 薛老师 会有何教理声 薛子文蹲在原地一回头 看到是他 向他挥了挥手 就继续自己看自己的了 霍玉浩快步来到他身边蹲下 薛老师 您可不能偷看啊 这都是我们唐门的秘密 薛子文 没好气的到 少废话 假如唐门 都需要什么手续 赶快点 你知不知道 在这里等你几天 简直就是浪费我的生命 贝贝在后面听得一待 好嘛 这位比之前那两个更直接 而这位狂热的一面 显然是献给魂倒器的 向薛子文 记决成这种能够 对一件事执着如此的人物 不是疯子 就是天才中的天才啊 霍玉浩当然知道 既然薛子文能够找来 自然就是要加入唐门的 立刻向贝贝使了个眼色 贝贝哪还不明白 赶忙快步上前 索性也在薛子文身边蹲了下来 薛老师您好 我是现在的唐门掌门大师兄 欢迎您加入唐门 您看这样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您就是我们唐门的副门主 然后魂倒器这一块 全部由您负责 薛子文对这些 根本就不是很在意 否则的话 他又怎么会离开明德堂呢 嗯 好 玉浩 给我吧 一瓶书臣 他先霍玉浩比划了一下 霍玉浩自然知道 他要的是什么 您是要最原始的唐门 按其之作资料 还是加上我的研究 我先要最原始的 如果看了你的研究 我的思路可能会受到影响 嗯 还有你那个人形机甲 给我留下 现在 我可以进去了吧 他虽然痴迷于魂倒器 但相比纪绝尘 人情世故还是懂得多 否则他早就冲进租房里面看去了 来人 把一台成品诸葛神弩炮 给薰老师研究 大师兄 把按其白姐给薰老师一份吧 好 贝贝从自己的储魂倒器之中 直接取出一份 按其白姐给的宣子文 薰老师 我们给您安排一下住处吧 薰子文的目光 盯视着刚从租房里面 搬出来的一门诸葛神弩炮 眼睛顿时亮了 不起不起 你们去忙吧 不用管我 约浩 你近的别走 晚上我找你说会话 好 霍宇豪一拉贝贝 向伙伴们比个手势 转身就走 他太了解薰子文了 进入研究状态的薰老师 哪有什么实经观念 当他们回到议事厅的时候 江南娜和徐三十也已经回来了 两人的表情也有些怪异 原来 季觉晨拿到审判执剑后 安排了住住后 就抱着剑直接闭关了 金子烟也去休息了 金子烟也去休息了 地消灯 都在打开了 监狗线眼中 都的起码 烟也去